大家好,我是Gishina 又跟大家一日一报这个《全民造星4》 哇,真是日日精彩,日日金 我的心脏就是跳出来 我真的很害怕梁祖堯又或者Alfred 淘汰了我的心水 大家都应该有大家心目中的女团人选 我不知道我喜欢的那些是否你们喜欢的那些 说一下《全民造星4B》 哎,输了三回合 就再淘汰五个 竟然梁祖堯写那些签字文的同事 我也被人应该差点踢到神台了 我不知道他选人来淘汰的准则是什么 其实是不是游戏环节是你内定了你淘汰那个名单 但是他表现失常你是不能换的呢 唉,那好话不要听 救命歌我不知道是选择 还是,就是这首歌呢 我觉得那五首歌就一定是拒绝了 但是哪个阵去唱呢 就应该是导师选择的嘛 我看我的理解是应该梁祖堯选择的嘛 那他是终于改变了 Dance,Danceer唱歌是注定Humho的命运啦 救命歌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是 阿Mike那组呢,真的表现到应有的水准啦 就是那三个阿婆呢,真是婆仔得好鬼祥 那内何啦,我觉得做得最好的阿Mike就被人淘汰了啦 那这里他也有给了credit阿梁祖堯的 我心想,哇,三条妹子刚刚毕业了啦 为什么他可以说那些师奶的心声 我们这些臭小孩的心声 指着的儿子来阿妈叉她 说得这么重的呢,那些对白 原来不是他们自己draft的script 原来是有阿梁祖堯帮 那这些他也帮到这些组员的 那无论卓韵芝啦,C-O-Style的安仔啦 都赚不绝口的 那但是内何真是 唱功的部分呢,就差了少少 那B2的导师有梁祖堯呢 主意呢,就是下降 救命歌呢,就变成这个黑色喜剧 阿皎啦,Alice 这个Alice呢,我是最近 她是成为了我的新宠儿 那在C-Line的造型的底下呢 哇,她都真的眼前一亮 非常之sharp 那在最新今日这一集的 全员出动 穿了白色那些不知水彩 还是印花那些贴身紧身衫 我觉得,哇,真的 样子漂亮,身材正 之前我不觉得她那么漂亮 但是看完那个C-Line造型之后呢 我就觉得,咦,这女儿都 沧海为珠 为什么我之前看不到她的漂亮样子呢 通常这些不会走掉我发眼的嘛 那C-Line看得最开心 这个C-Line show 终于她就见到自己的缩影 真的很有共鸣 做得C-Line呢,那些对白 真的要得很重 句句呢,她都应该有闹过她的儿子的 不过呢,唱歌那方面呢 就差了一点点了 那以这个五票进级 那就令到我们阿B组的麦 出了局了 那其实那组呢,我觉得 虽然我很想留下麦 但是我觉得在她们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心目中呢 Alice我觉得是受观众欢迎 因为样子漂亮的嘛 那阿G-Line呢,他们很喜欢的 但是内行我又不觉得阿G-Line的外形是女团的样子 就是很多人的秉持的宗旨就是说 喂,我选女团而已 我没有说一定要漂亮女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你想选个女团出来你不漂亮 那真的是talk dude吗 个个都好像举重那样 就不用玩了 相撲手那样就没人看了 有很多盲撑的 为什么呢?因为她漂亮啦 为什么我喜欢姜濤啊?因为她英俊 因为是cute,因为是纯真 我觉得有少少阿Math呢 开始就出到姜濤那个感觉了 那Chantelle在《星梦传奇》都是吐的啦 紧张到吐的啦 那阿Math又那么紧张 又抗压性 你不要说抗压性如何啦 就是她可以将这件事摆得这么上心 而令她有这个生理反应 我觉得可不可以是我们ViuTV的Chantelle呢? 就真的是指一可待啦 那梁祖堯呢 她就说她说 喂,我不是淘汰人啦 我是想十个都留下的 那但是最终呢 唉,她选了五个呢 她已经撩过我,我明白 虽然我也喜欢撩过 但是她的样子真的不是最讨好的女团样 那Anna我觉得是甜美 但是都坏了 小小小小的身形呢 是粗壮了一些 那余杰的当然是我最想淘汰的其中一个Nameless的一元啦 因为我真的很不得她的样子 真的,被你们吊我 我也是这么说的 她的样子真的很臭 虽然我的口也是很臭 我虽然也是这么说CK 阿杰呢 是我喜欢的样子来的 但是奈何她的才艺就真的差了一点 那Sika我就不明白啦 为什么执生这么好 而是这么有这个 这两个stage 她是表现得好的 她是唱到、跳到 她没有吓碎 还有Sika的样子 喂,绝对是那些妹子 那些儿子会喜欢的啦 草闪卡那些样子 就是这些样子啦 她竟然淘汰她 唉,虽然怜登很喜欢说一个terms 就是我方将不死 就无人入地獄 我真的不知道她想保马恩和方方到何时 很多人都喜欢马恩的 但是我觉得马恩的可索性都比较低 她的形体和姿态是漂亮的 但是首先她是绝对不能唱的啦 她今晚那个全员出动 十个人一起唱那个 就是寿门的首歌 都是脱嘴的 有些简直她是走音的位置 大家好像假装听不到 没有人去挑战她这个位置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她是不是有这个面死金牌 还是那个节目停止了 我不知道啦 方方你说她做戏很有张力 还有很好入戏 那这个是逗唱歌跳舞的嘛 那之前因为她的过失而令到Hana走了 那为什么那些又不算数呢 那为什么就不在这个死亡名单 五四三二一到 是方方是第一个呢 我真的原来 这些又不算数的 不是累积上去的 就是奖金奖品 是幸运的而已 唉 大哥 虽然人家东东说 我想走而已 那 我记得 Win Win 就好像说她来 Day One 她是想突破自己 那为什么 每个人 淘汰人 有不同准则 A team 可能B team 又不一样啦 导师又不一样 那 你淘汰东东 是因为她说 其实我不是想唱歌跳舞 那 那然后A win win 说 其实我是想来玩一下 突破一下自己的而已 来吐一下热闹而已 那又不是淘汰她的原因 哇 你的龙门都搬得很阔 方丈 唉 Zika呢 晚上 就在一个社交媒体 多谢阿祖 她们条条里都是这么 就是很多谢阿祖 在我们的外人呢 才吊爆她 她就说 唉 真的是一个 很有心机的导师 一个心底 很好的人 节目展出来的时间 和内容有限 那 梁祖瑶就为她付出了 很多很多的时间 和心机 那 几乎每一晚 都陪她们 留到很晚 还有帮她们呢 安排了很多 很有意义的 exercise 每一轮呢 逐个 吐吐吐呢 都被 由 全方位 去成长 突破 真的数都数不完 早早付出的东西 还有真的很多位呢 都很无条件地 为她们付出 那 喂 梁祖瑶这个show呢 她好像是不知道 收了25万 还是35万 人家有收钱 做事的 就是好像 有时 那些人 吊了警察 或者吊了医生 喂 你收了钱 上班的 老闽 而不是说 你计算她的 日生 真的 不要这么傻 我总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 30强 这个round one 对决 那我个人当然是 喜欢A team A team那个女团 真的 可以 原地出道的了 那我说 收回一点点 我对CK呢 就觉得 她真的有potential的 但是 大家虽然知道 唱歌好听 如 J峰 冯尹谦 又或者MC 张天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张天赋 实际 好像入不了围 我没有看 新闻 详情 但我觉得 很不公平 MC 唱歌超好听 没理由 不可以 拿这个 最佳 新人金奖 那这个 方方呢 我觉得 郑寿文这首歌 应该是她选择的 那 她 是不是叫做 亦自己有呢 又是她 跟马欣 唱 然后 帮个东东 那东东就 好死不死 被梁祖堯 push了出来 做 第一个 的 兽把 在上一回合 再加上她短头发到这样 真的不是那么多个 不要管她好不好听 或者 那个样子 有没有粉丝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粉丝 但我不喜欢叶巧琳 如果是 我都宁愿跟云姨出叠 那些人是傻的 竟然跟叶巧琳出叠 就是跟她出单曲 不要说出叠 都不跟云姨 就是 唉 我不知道 高层是什么准则 那 东东都说了 她说 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女团 她没有这个热情 去唱歌跳舞 她觉得走到这里 已经很满足 那 梁祖堯 拿着这一句 就来做大她 对于她来说 十高是精英 能力值不够平均 排先 终于今集 我终于请到 我最喜欢的欣姨 还有余迪偉 还有唱歌超好听的 冯允谦 那欣姨 她就觉得 可以多元化一点 超峰觉得女团 就有这个吸引人的能力 那拍过 王修平导演的狂舞派 就希望整齐 真的 整齐这件事 是MIRROR出了这么久 都不可以做得百分之一百的 你看一下 南团 韩国的standard 在哪里 就是我不想 整天都 给那些 特意 乐意 妈叉 MIRROR的 的haters 整天都说 跳得这么差 唱得这么差 就是我们 我们不可以令到自己 我们自己的样子 不可以令到自己的样子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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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A组呢 哇 这个Round 1的表演 真的超厉害 MARF啦 虽然她状态不佳 而且她唱得很明显 很明显是脱了 高音位 瑕疵是比较明显 Win Win 很多人喜欢的 但她的样子 我不行 超酸 我ok的 但年纪 好像大了一点点 那就是CK啦 CK真的是 编曲 真的好厉害 但是她可以是做幕后 就未必可以做到幕前 心灵 心灵是年纪大一点的 34还是35 好有这个舞台经验 还有好有气场 好足 子娟 有很多人不喜欢她 Witches 我都麻麻了她 因为她的样子 还有 讲过都玩不正 已经是一个好大的弊笔 表现就很平如潮 我最喜欢的 不是她们今次的T7 Look at how Look at how you look at me 我以为她们是想 Crossover Blackpink Alisa那首 但是原来不是 她们是玩全民做声主题曲 我真的ok 这个concept 这个idea 已经很够做 她们再加上一个 We Arrange的melody 还有自己排的新的script Rap Rap 我觉得真的好 Credit真的要给到CK上 但是 也是那句 她的样子真的不行 你说我 只是看样子也好 什么都好 CK的改编 就令到J-Fone 冯永谦 跟安仔胜赞 还有她跳舞 那个气场真的很厉害 她们今次的T7 这个片子固然是正 但是我都在YouTube 看了很多次 这个狼人杀 就是那个 那场 我觉得是最令我印象深刻 就是这个区别 六条金鱼 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带到出来的做 就是怎么说 故事情节中的舞台表演 是一个表演 呈现一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 很明显是 避开了跳舞和唱歌 只不过是你打亲情牌 是够低 打中了那些评判 所以赢了一回合 但是你说 玩故事 玩狼人杀 玩到这样 我真的觉得 唯有是拍手叫好 那我是收回 之前对CK那些 negative的comment 那Math 原来我和花姐 看到是同一样的东西 Math是太收起自己了 我们数一下 就算你们以后 Math出出道 有很多channel 很喜欢剪回 什么什么 调教你Mirror 姜濤篇 Anson Lo篇 那我就剪回Math篇 你剪完她的 个人的short出来 其实她 是很难拼凑到 这个妹子 是什么性格特质 她好像是 经常收拾 笑又不多笑 坏地说句 经常喊喊喊臉 我不知道她是 不想笑 还是跟别人不熟 还是她的性格 是这样 比较来廉 我就不懂她是 一个怎么样的性格特质 可不可以笑多些 没有人是不喜欢 林志玲 那经常笑口形形 笑意形人 屌你 人家都手远一点 林志玲就是这样 那些记者 走到过去 问了那些 尖酸刻薄的问题 那她就笑着回答 你写一下写一下 一次两次三次 那些记者 都不会经常写你 至于这个B A-Team呢 虽然是全员上阵 唱这个Semi浮雕 那又是玩演戏啦 太疲惫啦 疲惫到呢 如果你 如果像余地位所说的 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你可能看一次 喂 ゲット到 但是不会好像 A-Team那样 我不停滑 不停滑 好像狼人杀那样 哇 就来20万人 20万次看了 狼人杀那些呢 真的任滑 不生气的 不会觉得闷 还有不会觉得 我看了一次又足够啦 B-Team这些 太heavy了 又是做戏啦 永远都是做戏 做戏 做戏啦 就在一个IG上post了啦 有感而发 那他呢 就为梁祖瑶呢 就平反啦 所谓 虽然没有千字文 那他呢 就觉得 年轻人有梦想 导师又有心机栽培 但是呢 就要受到这个攻击啦 有些是恶意攻击啦 那我也有看过 其他有些YouTube channel 是说了粗口爆他 喂 那其实无可口非的 我们哈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其实都有我们自己 心水中意的人 大哥 我们round one 就浮走他 还要整个 这样无灵两可的理由 真的很难去说服人喔 那为什么你个个都吊你 那你自己都不去 听人家的意见 那你真的和林郑是一嘟一样的喔 那他就在IG上说啦 他说 喂 因为什么事要攻击他们呢 勇敢为自己梦想努力的年轻人 全力栽培年轻人的导师 这个世界本来又充满正能量 那越来越好 为什么你们要不庆幸世界还有他们的存在 反而要践踏他们的努力呢 那我又不敢喜欢了这一句 day one 他们自己在第一轻轻人的第一轻轻人的讨论 那一刻呢 已经在那里讲的啦 这个世界上 个个都努力的啦 我记得不知道是卓吻之讲 还是他们都有讲 个个都努力的啦 不是努力就有用的嘛 还有 不是说你进步了多少 我们见到 如果你是0到60 那你是很大进步喔 那但是别人有些 是60到70 那怎么样呢 那你是拿个judgment 是进步得最多的那个winwin啦 还是在最后那个最高分 那个high point那里 可以是叫做入围呢 你的女团 那她现在的女团是究竟 好像Mira那样 她是任质的 还是出道最后是那10个呢 或者6个5个呢 那她这些又不讲清楚 然后那些 妇人的规则又超级不公平的 喂 day one都不公平啦 两个压的就选个没那么压的进来 两个压的就淘汰一个压的 喂那你这些这样的准则是自己想的 day one你都遇到被人吵的啦 你都是想要这些drama 多talking point 有高的hit rate而已 那她现在是走来吊人家 为什么要攻击人 喂好自伤矛盾啦 那有些人呢就立刻反驳啦 就说花姐和梁祖堯 哎呀呀呀扮狗咬狗骨 巧不怕救 最紧要是有人寿 ViuTV呢 做妹妹是最聪明的啦 以往呢 白豪仔怎么杀到股民一颈血 老一辈股民应该不会忘记 今天呢 借政治捧这一对组合 又应援 又网络热手 目的就是炒热这批的MK组合 制造一帮痴粉 等他们好像吸毒上瘾 那样麻木去追随 继续再开演唱会 喂我又真的不明白了 留言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认识 自己香港的本地 本地组合就叫做MK呢 我不明白啊 是不是一定要 日日每次在浪豪坊 那条天桥那帮妹子 捧着韩国的组合 才叫做冲出这个亚洲 那些就是好的 那些就是应该去追捧的组合 而我们 ViuTV 你也黄也好 蓝也好 红也好 黑也好 捧了出来就一定要被人吵 喂 什么什么心态啊 可不可以看得起自己少少啊 喂 那你这帮人聪明的 你可以捧那些afterclass的 你可以叫这个TVB 呼吁观众下广告 不要下ViuTV了 Mira真的没有人喜欢的 下延明熙 下GG 也是OK的 我们也喜欢看的 那我也看到啊 Chanel也有登牌 也是登商啊 啊 Gigi也有那些巴士广告啊 那 你有你光 我有我热 喂 我又不是难理路 你有本事啊 你就可以好像淘大雨 一个商场show 20万都可以的 没有人阻礙你找食啊 那你不要自己不行的 走来 吊别人 说 别人赶客 才可以的 看了这么多集呢 其实她一开始呢 淘汰我那个长腿 树人大学 我已经很不惊的了 喂 这个女儿拿出来 我不管你唱也好 跳也好 我冻在这儿 给你的记者拍照啊 你这帮毒L都拍死的啦 包你 影爆你的电话 Memory啦 那条什么腿啊 真是她在那儿扭两扭 我都心愿意嘛 虽然我不是Less 怎么说 Ash呢 一开始我又认识不了她的 因为我觉得那天 她被人淘汰那天 那个表演呢 她是真的差点的 还有拍完去呢 她跳舞真的很生硬 当然啦 这条女儿不是主打跳舞啦 但是后来看回她的照片呢 喂 真的OK啊 她是日本妹样来的 那就好像Anson Lo那样啦 她都不是十强的 Anson Lo都不是 入到最后头三甲的 现在就照片是最红那个 虽然呢 阿姜濤好像被她 赶过了一个声势 我都有不开心 但是两个我都喜欢 唉 手掌又是肉 手背又是肉 真的很难选啊 那我恭喜Anson Lo先啊 登陆了这个 Google搜寻器的Top1 除了这两个 阿长腿啦 还有阿Ash啦 之外呢 那 咖喱 咖喱都是我一个 掌上的珠沙子 我真的都真的很喜欢 咖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有一种 韵美 还是舒奇那种美 就是她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特色美人 但是她的样子呢 是不会撞样啦 还有你会记得她啦 我从第一集 我还没记得 那些女儿的名字那时 我已经认得 有条女儿叫咖喱 很漂亮的女儿 就是这样啦 这就是观众缘啦 那当然你说 喂铁铁那些都很漂亮 但是她真的一个机器人 她真的行路 我都觉得她corky的 那就真的 没得留下啦 那还有呢 阿萧买啦 萧买的样子 又是女团样子 但是奈何她的理由 就是说 不让她 她家长不支持她 唉 真的 家长不支持这件事呢 那如果她拿来 做这个理由的话 那用不用其他 所有人都要问 家人知不支持呢 不是这样计的 我没有说过的 一条女儿叫Catrina 不是Carmina 是Catrina 梁识欣 这条女儿呢 我觉得好像 狂舞派的女主角 就是 由这个 first round那时呢 每一个自己solo表演呢 这条女儿是零射 当面部表情 特别出位的 就是 一听起来的镜头呢 拍她们的背后 那个backstage那些反映的时候呢 这条女儿的样子 已经很多表情了 就是好像Alton那样 什么红衣小哥 Day1那时那些人说 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就是说红衣小哥 这条女儿的样子呢 笑起来呢 是很 很 很特别 都真的 不会在一片 女海里面 忘记这条妹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唉 又是一早早被人淘汰了 就是 这些就可以留多几集了 就是可能她不是说喂 最后那十个 但是不应该那么早走 那还有Jackie Jackie我觉得她很多 幕前经验的 那我又不会觉得可惜 因为她不在 《全民造星4》那里出 她都一定会在其他那些 不同的角色 广告 你会见到她的了 起码我都见过 一两次她的广告 那阿妹 黄敏桥 阿妹 简直是我 第一次 已经觉得 这条女儿 好拿似 紫瑜 喂 紫瑜 一开始唱歌 都不行的啦 她在16那时 去YG 做这个show 去选女团 那时 她本身 就不喜欢她的啦 那个YG 那个老板 那一开始 说她什么 唱歌不稳定的嘛 跳舞 她都怪怪鸡鸡的 那但是 喂 慢慢慢慢 她现在那些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自己 就是叫做华人 所以最留意是紫瑜 虽然我最喜欢 是那三个日本妹 那但是 你就要看一下 喂 我摆妹妹在这儿啊 有很多毒瘟 会很瘟 喜欢的 老板 花姐 我拜托啦 你选Frankie 入MIRROR 不是又是因为 她的样子 虽然 现在Frankie 都好像是 一个透明的存在 但是样子 真的很 很重要的 老板 你怎么可以 调走我妹妹 阿妹 阿Yoyo Ivy Soul Candy 还有谁 有了这四 Alice 最近我觉得Alice 真的很漂亮 苏情 我不觉得她漂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她 阿妹的样子 真的放在任何一个韩国女团上 都不吃虽然的 可能她放在Black Pink上 Jisoo 这么漂亮 我觉得阿妹不舒适 有很多人说 普通的MK 那什么东西 那些人都说MK的 自己照一块灭样子 先看 这一集 Tangji 很明显她就应该是一个独立歌手 可能她有她的才能 但她不是一个女团 女团最重要是 就是像Alfred所说的 最重要是个团队 一起去冲 那样东西 而她是 我又作了 但其实我又不是很想听你的意见 我又觉得我这套 是有一个很好的可行性的 那你们就要follow我了 这些性格 不如叫她和旁边那个 拉丁母一起组合团 或者试试她和那个什么游船 那个什么Sika 即是那个齐音 拼头 那我们看看 就是这几种人 在一起 会有些什么化学效果 可能会困到更加好的成果出来 那哇 她的首歌 什么Fake It 那首歌 真的 真的Fake It 超难听 我未听过一首歌 是这么难听 首先呢 Alfred觉得她这首歌 不是别人的评判 说得这么差 那如果被她拿来出碟 她会不会用呢 即是 就是一个 被她选择的歌 她会不会自己拿来出碟 那首放在 第一首 plug的歌上先 那如果不OK 整个编曲还没准备 搬上桌 你被人少 你就站在那里认 还有花姐 你当这一团是你的MIRROR 偶像的歌星 好偶像的歌星 很明显就说 她这女儿不唱得了 花姐竟然觉得她们唱得很好听 她是不懂得欣赏 还是听多MIRROR 突然间要清醒一下自己的脑 上一集 不是说 评判 淘汰人 很不公平 淘汰人 但其实我觉得淘汰人 没有存在淘汰这件事 在那个项目里面 你最不出彩 最不展示自己的 就一定淘汰你 反而我觉得 让导师淘汰 首先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像《全民造星1》 你给多数个导师 一起会好些 我明白 梁祖瑶可能她可以教到 或者可以帮到 但她不是一个 是一个孤军作战的导师 可以帮到参赛者 不是唱歌跳舞大 但是唱歌跳舞是主菜 老板 反而我觉得 你找欣怡来做 可以吗 邓小巧那些 邓小巧就是会唱 那你找 林二汶也只会唱 你找个又会唱又会跳 才可以说服整件事 不要常常去TVB 艺人训练班 第六八九十七期 没有意义的 除非是搞那些 ViuTV艺人训练班 你现在选女团 你不是选过 阿茂阿秀出来 好像选了出来以后做主持 那你是想真的组练 那你是想组练的女团 跟隔壁 揮的 声音我已经不说了 唱歌 我觉得一定没有 星梦那几条女儿那么正 那你说样子 用来斗样子 那你跳舞 那你就浮走所有的舞蹈 那样子 你又选了些很有性格的 我想问一下香港有多少观众 想看拉丁舞 想看CK做女团的Member 你们自己选 这首歌是谁唱的原唱 很难听 还是A3唱的很难听 基本上 完全唱不到神水 我试过听别人比赛唱那首歌 我心想这么难听 我立刻去找个原唱 别人不是那回事 别人完全连melody也不一样 就是走到走到走到 走到他另一条路 那不是说他这一组 就好了 隔壁组我觉得更不堪 喂 你说原创 原创 原创是否要你自己去创作呢 就是他找过一个 厉害的 即是说 台面上已经是出了道的 rapper 去帮他作那首歌 去分埋那个 哪个唱哪拍 那根本上已经是 现成炒好的送给你 搬上桌 只不过你是那个 全赛员 不是你自创 即是希望 他们要分清楚 什么叫自己的原创 或者是唱人家的歌 那他这个绝对 不是他们的原创作品 即是比隔壁 神经病 神经病 这个do it right 和旁边的figure 即是两样东西 很明显一看 就是那个shimika 完全是已经是一个 完成了的作品 而旁边那首歌 可能是在厕所 用一个电话 就这样录着的draft 的version 是纯粹一个初步的idea 根本就未fine tune好的 这些才是原创的歌 梁祖瑶真是一个超级烦的导师 无聊扮四条 真是充分可以形容他 人家明明已经说了 不想唱浸浴 和浸浴这首歌 真的很难听 也不红melody也不好 自己有多少共鸣 是你自己的歌 那你当然有共鸣 香港有谁喜欢这首歌 那个melody一看 就是我不加些词 不要说有多有意义 各样的 真是很难听 比赛当然要拿些 一定是最 就是不要说eye catching ear catching的melody 或者发挥到个人魅力 或者technique的东西 而不是说在这个moment 比赛的时候 你走来搞这些个人特色 唉 你猜你个个都是林友嘉吗 黏筋啊 听完那些评判说 阿祖的样子好像吃了三斤屎 那样 除了阿Mike 旁边那两个 是完全不懂唱 阿Mike已经唱得最好了 Carrie说他们三个都不行 阿祖还硬说差不多 好心啦 即是根本这件事就是 如阿Mike所强商的一样 根本就没准备 只不过是 因为要就隔壁那两个 真的不能唱 Alfred说了一句 阿搞好fit 原来好fit 什么叫原来 即是平时看下肥 即是不ready做女团 唉 我真的想死 即是梁祖堯永远都觉得 他自己是superman 可以救世人 唉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是觉得 他这样那样 即是 将一些不可行的 推给这些组员 然后人家组了出来 又说 平铺不要紧 不喜欢不要紧 你自己享受的舞台 炸爆的舞台 观众看到的 感受到的 感受不到的 差不多 了 谢谢大家 各位